近日 一个男人在马鞍山玩滑翔散期间遇上农墓 被困山头 一夜之后获救 又曾华报导 港铭报称退休的57岁男人 在消防和救护员陪同下登上救护车 检查之后无需送院 他抑述自己在星期五 原本打算利用滑翔散 由马鞍山昂平营地飞去西贡 谁知遇上大霧 我自己不应该飞 飞到出去发觉 很大霧 我自己看不到 回不了回头 后来看到下面 这么巧 很大霧 上面看不到下面 就有核空的草地 紧急降落 下来才知道糟糕 他降落后想用手机求救 才发现电话没有任何讯号 求助无门 原来紧急电话打不到 还有网络是没有的 警方新的APP 我自己的经验 我不知道我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网络 是传不到你的位置的 是的 我已经按了五六次六七次 后来就放弃了 最后钟先生在丛林露宿一烧 直至星期六早上才获救 多谢消防哥哥 拉我上去 有惊无险 我也奉劝大家 因为如果你跌到一个树林里面 是很难很难找到你的 我都想着说 分分钟出不了你 事发在星期六早上七点多 警方接报指 一个男人在马鞍山玩滑长山之后 在树林迷路 救援人员接报之后 在西贡波罗邪登山 两个小时后 在大水井附近找事主 有线新闻 游进华报道 在中环皇后像广场的 巨型心营艺术装置 Chubby Horse 因为风速超出上限 需要暂时收起 有旅行团讲及 在直径12米的巨型红心 被收起之前拍照留念 之后工作人员上前測舍 换成两个直径3米的小红心 由市民照样到场打卡 因为我本身都不知道 心心有多大 所以其实在我眼中 我觉得是多了一个 这样撞着撞着 心心相印 我觉得这件事更有趣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希望都是大心心 因为今早乘车经过 都是见到大心心的 没办法大风 可能是所以变成小心心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农历新年假期出入境数字 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但通宵开放口岸 需要视乎需求 不能够日日实施 由透露正研究 防宽自由行和一签多行 例先同报道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农历年通关安排运作畅信 大时大节会特别留意 但强调必须和内地配合 是否行常通宵开放口岸 也要视乎需求 我们不是说 只是铁路多开两个小时 就算了 因为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有没有地铁接驳 有没有公共交通接驳 这个也是很重要 要不然客户在香港角度那边 在街上没有车的 那他们怎么回家呢 我们加了通宵的通关安排 但是我们不能够日日都这样做 为什么呢 我们也看看实际上的需要有多大 如果不是需要大的时候 我们就浪费了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要很精准 陈国基人述 去年第四季旅客平均留港3.4晚 而五成旅客都会过夜 都比疫情之前增加 他预告今年上半年 将会游超过80项盛事 平均两日一次 一方面想让市民享受各种活动 也都希望吸引不同的旅客来香港 陈国基透露正是同内地商讨 增加自由行城市数目 并研究恢复一签多行 有结果会尽快公布 有线新闻 黎线同报道 农历年长假刚结束 有议员说本港店铺生意淡静 房区食肆生意过得去 但零售店铺就人流疏落 又津华报道 刚刚过去的农历年长假期 累计有超过392万人次出入境 当中有近75万人次属于入境旅客 不过有议员觉得本港的新春市道很淡静 可能我连三十晚很少在海运吃饭 我走了半层楼 全部份那里我数人客 是不够伙计多的 所有店铺都没有客 在食股市是有客 装品或者珠宝首饰的话 其实还可以的 其他就一半半了 如果我们要和完全没有市场的情况 现在已经一百年比较了 因为农藏一九 现在我们仍然在短短十几个百分比 十几个百分比的生意涯 他们建议内地访客免税额 应该由现在每人五千元增加到十万元 这五千元的免税 今时今日真的买包未必够钱 买一部电话也未必可以买得到 我们也希望每人五千元可以提升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了 他们又认为自由行业都应该由一周一行 回复到一签多行 有线新闻又进化报道 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会议 双方形容初相坦诚 据建设性 王毅敦促美方多数有利两国人民的事 如果想台海稳定 美方就要落实不支持台独的立场 何铃薇报道 王毅和布林肯会议的时候重申 目前双方最重要的任务 是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推动中美关系 沿着健康稳定永续轨道发展 又向对方证言中国古语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咬 盘查中国公民 多做有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事 又说去风险搞成去中国 建小院高场搞对话脱勾 终将反誓美国自身 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 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 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 双方要坚持遵守 尊重和平合作原则 积极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布林肯就重申 美方会为自身和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挺身 双方都同意维持各领域对话沟通 并且探讨下阶段各层级交往 又正面评价中美禁毒联合工作小组工作 期待近日两国执法部门高层会晤 取得正面成果 继续推动外交政策 亚太事务 海洋事务 人工智能对话初伤 保持两军沟通 双方也谈及台湾问题 王毅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美方如果真的想台海稳定 就应该确守一中原则 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立场 布林肯就再次强调 保持台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双方也讨论了乌克兰危机 布林肯提到美方关注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基础 双方也就中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业满议题交换看法 同意双方半岛事务特使保持接触 有线新闻何日未报道 王毅又与英国外相卡梅伦会订 两个人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会晤 王毅说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该加强战略沟通 为促进安全、维护和平、发挥应有作用 认为双方应该共同努力 加强交往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矛盾 推动双边关系重回生軌 卡梅伦同意双方应该在一系列议题继续合作 包括可在生能源、经贸、人民交流等 卡梅伦亦在会面中重申英方对新疆 以及香港人权问题的立场 呼吁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以尼 在囚期间死亡 各地有人发起悼念 据报俄罗斯有过百人被扣押 美国总统拜登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为事件负责 英国就传召俄罗斯大事抗议 陈晓庸报道 纳瓦以来的死讯传出之后 俄罗斯各地有民众上街悼念 有人去到圣彼得堡的政治反纪念碑 献花墨爱 向这位在狱中死亡 中年47岁的反对派领袖作罪后致敬 首都莫斯科亦都有悼念活动 有男人被几个警员包围 之后被押走 一个女人在献花的地方展示标语 随即被警员阻止 有人跟警方理论 那个女人之后都被带走 有记者直播期间 被疑似便衣警员折查 莫斯科当局警告民众 不要上街示威 说参与未经授权的大型活动是违法 可能会被拘捕 俄罗斯人权组织说 全国各地过百人 因为悼念纳瓦以来而被扣留 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地 都有人在俄罗斯大使馆外悼念 纳瓦以来突然在狱中死亡 都国将矛头直指俄罗斯总统普京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英国传召俄罗斯大使 促请莫斯科全面调查纳瓦以来的死因 外相卡梅伦赞扬纳瓦以来勇敢对抗贪腐 为正义和民主而战 认为普京要承担后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纳瓦以来的遗伤 其方向尤利亚会面 多年来一直勇敢支持纳瓦以来 向她们一家致敬 《友善新闻》 陳晓勇报道 获准假释的泰国前总理他讯 明天可以离开警方医院 去年8月回国之后被判囚的他讯 因为健康问题住院至今 总理蔡塔表示他讯明天会获释 泰国传媒报道到时亲属不得前往警方医院 原方会安排承教署人员带走他讯 再安排亲属接回 74岁的他讯早前因为滥用职权等罪 被判监8年后 获泰黄花站拉龙宫特赦减刑事1年 他明天将会刑满半年 加上年老和患重病 符合提早获释条件 回来新闻时间 公屋造金将会在今年年终检讨 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 罗淑佩虽值本台节目有利有得谈话 即使有调整 家幅都不会超过一成 认为公屋住户仍然可以负担 黄海迪报道 根据现行每两年检讨公屋租金机制 今年年终将会检讨公屋租金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 租金调整幅度会参考住户家庭收入变动等因素 足够反映现实状况 即使近期资本市场波动 市民感到经济状况不明朗 但对公屋住户影响有限 就业内开工不足 其实大家都说香港现在真的请人很难 其实出很多人工都请不到人 很多行业 这个都是一个大家看到的状况 所以我想又不可以只是说 看到资本市场 投资市场的景气好像不是很好 就简单地觉得 大家的收入也下降得很重要 罗淑佩说即使加租 根据法例规定加幅都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认为公屋住户仍然可以负担 我们现在平均的租金是2200元 但是其实我想有整四成左右 其实都不会多过2000元 甚至有些几百元的租金 就算是加到最尽的10% 其实说都是八两二百元 甚至可能是几十元 今年4月 厨方将会开展第二轮 住满10年公屋住户物业资产申报 将会要求住户申报内地和海外资产 罗淑佩期望再配合举报奖赏机制 以及主动巡查 可以打击公屋滥用情况 令到房屋资源更好运用 有线新闻黄海迪报导 湾仔海奔安装了农年限定装置 以及有舞师表演 同市民一同何岁 海奔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迅 为省私点声 舞师队由湾仔海奔休闲站 经湾仔水上运动及空落主题区 以及铜锣湾泊力避风塘主题区 巡游到炮台山东岸公园做终点 鞋湾仔铜锣湾和北角的海滨 都有农年限定商事给市民打卡 夜晚亦会亮灯 日本成功发射国产新型H3火箭 火箭在当地早上9点多 在鹿尔岛总指导宇宙中心升空 大约5分钟后第一级分离 第二级发动机继续飞行 大约17分钟后进入目标轨道 火箭搭載的一火光学卫星 和另一火超小型卫星也先后分离 这一枚H3火箭 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和三菱重工业公司合作建筑 去年3月首次发射但失败 今次升空的2号机长57米 重400多吨 并改良了点火装置 搭載用于确认性能的模擬卫星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实体遗证 户军从东部重镇阿夫·杰耶夫卡 撤走部分部队 认为俄军有显著优势 撤退后会重整防线 总统泽连司机就到访欧洲 和德法签署安全协议 他稍后会在莫尼克安全会议致辞 何铃薇报道 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队发放片段 说俄军猛烈炮击 东部阿夫·杰耶夫卡一间工厂 乌军部队要在工厂地牢躲避 乌克兰说由于战斗不断升级 已经由阿夫·杰耶夫卡东南部 撤出部分部队 指挥官说 俄军在人数和装备等都有明显优势 形容乌军只是俄军的十分之一 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 要以士兵生命安全优先 撤退之后会重整防线 乌克兰总统泽连司机到访欧洲 先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签订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 又提供一项价值11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涵盖坦克、炮弹和防空系统等 他之后转到法国 和总统马克龙签订类似的 长期安全协议 法国承诺协助乌克兰训练士兵 和提供价值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泽连司机强调 和欧洲多国签订的协议 并不是美国军援的替代品 说乌克兰拿到的军援少了 盟友的支持很关键 马克龙就重申 欧洲对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减弱 又宣布下个月中访问当地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街头有一些勉励的涂鸦字句 由旅客当成香港的景点 放上社交平台分享 一位而讲下 去与流的抉择 如何对抗抑郁和焦虑 最重要是照顾好自己 有时我们都挂着做事 忘记了一些小的生活细节 突然间会叮一声 对啊 见字饮水 多一些色彩 就是丰富一点 多一些艺术性质 看到社会仍然有创意 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 都给了一些希望 这些字句比较集中在后行 在街边的灯柱和电商 也都有机会出现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有细心的旅客也都留意到 这些字句 当成景点 专程打卡 再放上社交平台分享 这个专页就记录了 在不同地方抄写的字句 好像一个大型的一个留言板 因为都试过有人 可能写一些不开心 不想死 有人会回答他 通常就是保持善良 温柔处势 这些就是我想分享的 good vibes 或者是一些好的价值观 就是提醒人们保持善良 当一个陌生人 你感觉到那种善良 也都感觉到可能那个人的悲伤 你在心里面有一种共鸣 有一种共鸣 有一种共鸣就有一种共情 多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痛苦 大家经历的一样 就好像几万我球迷一起 罵我看美丝 自然会觉得 我给人明白我舒服点 我没那么辛苦 提提大家 未经批准在公共或者私人地方 同压属于刑事毁坏 最高可以处监禁十年 友善新闻 优惠宜 报导 看完天气